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這支影片我要來介紹的是 iPad的免費繪圖軟體叫做Sketchbook 很多人買了iPad之後想用它來畫畫 可是在這麼多要付費的繪圖軟體裡面 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 然後又很怕花了錢之後 如果學不會用不習慣 或是沒在用 那這個錢就浪費掉了 所以今天我要來介紹的這個Sketchbook 是免費繪圖軟體中 我覺得功能算是非常完整的一個 那今天的影片我就會來介紹一下 Sketchbook的介面看它有哪些功能 並且我會示範用它來畫一張圖 看可以畫到什麼程度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要示範的app是Sketchbook 那Sketchbook它是一個免費的app 所以對於你想用iPad來畫圖 但是又不想花錢買軟體的人來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進到你最近畫的一個檔案裡面 那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畫過 可能就是會有一個空白的檔案 那點擊這邊呢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圖庫的選項 我們先回到最外面圖庫的地方 這裡就可以查看你所有的作品 然後長按的話就可以選取 那這邊你可以把它匯出啊 或是分享刪除等等 那點中間的這個夾呢 你可以新增一個草圖 或是你可以從相簿裡面新增 那或是你可以把一些原有的檔案放進來 那我們點新增草圖 就是可以新增一個空白的檔案 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的檔案尺寸 可以直接輸入數字做設定 中間這個關掉的話 兩邊的尺寸比例就不會是固定的 你就可以調整它的長寬比 右邊這個列表點下去呢 它有一些內建的預設尺寸可以做選擇 那我們就來點一個A4 那它旁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設定的按鈕 點一下之後呢 你也可以再去調整它的長寬 這邊就是進來到畫圖的頁面 那你可以用兩根手指頭 兩根手指頭去捏這個畫布 可以旋轉它的方向 那可以放大縮小 那如果有不小心畫到東西 或是畫錯的話 兩根手指頭點一下就可以上一步 這邊是一個快速選項的按鈕 點一下之後呢 會有這幾個東西 最左邊這個點下去 它會選擇你上一次使用的畫筆 點這個呢 它會變成一個透明的顏色 顏色會變透明的 上面是顏色點選器 或是也可以加取色滴管 這個是雙圓盤 剛剛點下去之後 這個雙圓盤就關掉了 那我覺得這個蠻好用的 可以把它開著 那右邊這個是反轉畫布 我們現在沒有畫東西 所以看不出來 那這個雙圓盤呢 上面這邊 你可以選擇你要用的筆刷 那左邊這裡呢 一樣是可以選擇筆刷 右邊這個點下去 你可以去調整筆刷的 比方說大小啊 不透明度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在移動這裡的時候 左邊這個也有跟著移動 也就是說你也可以拉著左邊這邊去調整你的畫筆的大小或是調整不透明度 那另外在圓盤的上面這個圓形呢 你按著它往左右滑也是可以調整筆刷的大小 上下滑調整的就是不透明度 下面這個圓形點下去是調色盤 那這邊有一些預設的配色 那這邊有不同的調色的方式可以讓你選擇 那或是呢 你也可以點畫面右邊這個點下去之後 這裡再點一下也會進來調色盤的地方 選好顏色之後呢 你也可以在顏色這裡左右滑去調整色彩的飽和度 那我現在先畫一朵花 像這樣畫好一朵花之後 剛才有這個翻轉畫布 你就可以按看看它會左右旋轉 那這個快速功能呢 如果你熟悉它的位置之後 你可以這樣子直接滑過來 摸一下然後直接滑過來 就不用點開再去選 你可以這樣滑過來 那如果我要選取色滴管就是往上滑一下 就會叫出這個取色滴管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的顏色 那這邊點下去是填色的功能 點一下呢就可以直接填滿 你已經框起來的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先要填黃色 選好顏色之後點一下 然後再來選綠色 那一樣點一下 那填色除了全部填滿之外呢 也有漸層的填滿方式 我們可以點右邊這裡 新增一個塗層 長按它之後可以調整塗層的位置 我把它調到這個花的下面 那這邊選擇了漸層的這個填色 我就直接去拉漸層的方向 點一下這個圓圈 再點顏色 你就可以去調整這個漸層裡面的顏色 那你可以移動圓圈的位置 去調整漸層的方向 那把它往旁邊拉掉的話 那個漸層就會不見了 那你可以再點一下 重新叫出這個漸層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漸層呢 是一個環形的填滿 我們可以先把下面這個刪掉 點一下塗層再按刪除 它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選圓形的這個漸層 一樣在畫面中去拉出漸層的方向 然後去點擊這個圓圈 那你就可以調整漸層的顏色 那點擊最旁邊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反轉你的漸層的方向 那再來點擊這個東西叫做選取功能 那我現在可以先點在花的這個塗層上面 按了選取之後 現在最左邊這個就是你可以自由去選取你要的範圍 那或是你可以用矩形 或是你也可以用魔術棒 魔術棒就是會自動選取你現在比方說你已經有畫一些色塊啊 或是你有一些線條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選取一個同樣顏色的範圍 那調整這個共差呢就是可以讓你選取範圍的敏感度變高或變低 那再來這個的意思是比方說我現在選這邊 然後我在選第二個地方它會直接改變選取的位置 那選添加的話我在畫一個地方起來 它就會把所有我選取的地方一起選取起來 剪的話移除就是可以取消你已經選取的範圍 那這個點下去呢 唯一移就是你可以去調整你選取的這個範圍的位置 那點左右就是現在是固定就只能往左右滑 那點上下它就是固定只能往上下滑 反轉選取就是我剛選的是這個範圍對不對 它現在改成是選取外面的這個範圍 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個虛線 那裁剪的話是裁剪你的整個畫布的範圍 按下裁剪它就把整個畫布裁剪了 那再來這個叫做轉換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拖移你的物品然後去調整它的位置 或是用兩指給它放大縮小 那這個按鈕點下去呢叫做扭曲 你可以改變它的傾斜的角度 然後唯一按下去就是也有這個可以固定左右 或是上下的功能 水平翻轉就是讓你的圖案水平翻轉垂直翻轉 就是這樣垂直翻轉 然後你也可以讓它逆時鐘旋轉 順時鐘旋轉 再來這個尺的形狀按下去呢 它叫做導引標記 這邊呢會出現一把尺 你可以兩根手指這樣去旋轉它的位置 那如果轉到就是一個水平或是垂直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稍微卡一下會一個點 就是這樣你可以對齊水平或是垂直 那調好你要畫直線的角度之後呢 你就直接在旁邊畫線 那你畫的線呢就直接在這個尺的左右兩邊 那用一根手指頭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就不會調整到它的角度 你就可以這樣畫出很多的直線 那曲線呢 就是一樣你可以設定這個尺的方向 然後去順著畫出這個角度的弧線 橢圓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你可以去調整橢圓的大小跟比例 那這個45度磁吸就是打開的話就是會像剛那樣在移動尺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這樣子磁吸卡住 那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它就是不會有卡住的那個效果 那再來這邊一個叫對稱的功能 點下去之後呢 現在中間出現一條線 那我畫在右邊的東西 左邊它就會變成對稱的 那你也可以打開橫向的 那直打開橫向的話 像你可以看到直的跟橫的都是亮的 就表示你畫的這個東西 會在這四個方向都是對稱的 像這樣子 那你要再把直的關掉 它才會只稱橫向的對稱 那環形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像畫萬畫筒一樣的畫法 你可以去調整環形的角度 還有調整它的數量 那再來這個功能叫做比例 比處停至於中心線 就是當你這樣畫過來的時候 欸我繼續畫過來 但是比處到中心線的地方就停了 如果讓它變成延伸的話 就是我可以這樣子一直畫一直畫 鎖住的話就是你就不會再去動到你的那個線 不會動到你的對稱的線 那這邊是可以畫直線圓形或是方形的功能 然後方形 預測性比處呢 如果你把它層級調高一點 比方說我現在畫一些這樣子亂亂的線 它會自動把它稍微拉直 可以看得出還有一點自動把它拉直 把它調低一點呢 它拉直的效果就會稍微變低 那如果完全沒有開的話 你畫什麼線 它就會固定是什麼線 那點會入影像 你就可以去會入你iPad裡面的一些圖片 再來這個呢 講做透視指南 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三點透視 那我們可以點這邊 它會變一點模式 或是兩點模式 那最常用的應該是兩點模式 會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設定你兩個消失點的位置 那自訂格線的話 你可以讓你的線條在邊密一點 或是你可以設定它的不透明度 然後受約束的格線的意思就是 你的線不會延伸到外面去 像我把它關掉變成無線的格線 就會變成你是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感覺 那按下去你會變成在這個空間外面的感覺 可以看到這裡面 它就是一個兩點透視的空間 那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這樣子 那手說的話你就不會再去動到它 現在你就可以在上面畫圖 那你畫出來的線呢 就會順著這個參考線的方向 那如果不想要它順著參考線的方向 就點一下把你的透視關掉 你就可以畫出自由的線條 在打開之後呢 你就會有一樣的參考線 然後一樣可以畫出對齊的線條 再來這個自動隱藏打開的時候呢 它現在有一個層級 比方說0.4 就是你開始畫圖的時候 它就會旁邊的東西自動不見 那你放開的話東西就會回來 那我是習慣開著啦 看得到旁邊這些東西 然後文字的部分你可以直接輸入 哈囉 然後你可以設定不同的字體 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或是調整顏色 那一樣可以有這些扭曲的功能 或是兩字直接放大縮小 翻轉跟垂直翻轉它有移動的功能 接下來我們叫回這朵花 那點一下圖層的地方呢 這裡可以看到它也還有一些功能 可以按複製 然後在另外一個圖層再按貼上 它這邊就會多出另外一朵花 因為它貼上會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所以你要移動它才看得到 再來呢你也可以直接選這個複製圖 它就會自動多出一個圖層出來 那我一樣再移動它就可以看到 這邊現在要三朵畫 按合併的話 它就是會向下跟下面的圖層做合併 那按全部合併 它就是會把你現有的所有的圖層都合併起來 那如果按鎖定圖層之後呢 它在這邊這個圖層現在就沒有辦法畫圖了 你就要把它解鎖 它有辦法再畫東西出來 那你可以調整它的不透明度 混合模式呢現在是標準 你可以每個都去按看看 混合模式就是會讓這個圖層 跟下方的圖層的顏色去互相做一些作用 那這個是在各個電繪軟體裡面都會有的功能 顏色標示的話你可以去標示這個圖層 可以做一些記號 那這邊你也可以改圖層的名稱 另外呢這裡有一個HSL調整 點下去之後這邊你可以去改變圖案的色相 飽和度跟明度 另外一個色彩平衡點下去 它一樣是改變顏色 可是跟HSL調整有一點點不一樣 像最上面這個它會有左右兩邊顏色 越往右就是紅色的地方會越紅 越往左呢這個紅色的地方就會慢慢變成這個青色 那最後畫面的右上角這裡有一個縮使攝影 如果你想要記錄你畫圖的過程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畫一些東西再按掉 那這時候它就會問你要不要儲存 再來我們可以點一下這個Menu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偏好 這裡有一些基本的設定可以去選擇 那我覺得它預設大部分都蠻OK的 那這裡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些預設的手勢可以使用 兩指單按剛才我們有按到的兩指按一下它就會返回上一步 那這邊可以看到有雙指雙按還有三指雙擊就可以試試看 所以兩指按兩下它就會變回畫面 就是會擺正然後擺全螢幕的這個畫面 然後三指雙按 就變全螢幕旁邊的東西就會不見 然後這邊有三指滑動上下左右分別是色輪、資源庫、婦人跟重做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 三指往上會交出這個調色盤 三指往下會交出你調整筆刷的這個介面 那往左上一步 往右它就會下一步就是重做 再來這邊有一個手寫筆連接 現在是5 那我們連一下我的Apple Pencil 那這邊它就有一個筆模式打開之後叫做忽略觸控式事件 就是現在呢我用手指頭在上面畫圖就畫不出東西 只能用筆畫才畫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功能蠻實用的可以把它打開 那如果你有一些功能把它設定之後不喜歡呢 可以把它重置為預設原廠的預設枝 這邊大概就是Sketchbook的功能 那我覺得其實蠻完整的 如果你是剛開始接觸電汇的人呢 我是還蠻推薦可以用它來先熟悉一下電汇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用它來示範畫一張圖 看它可以畫到什麼程度 第一步呢我先選個鉛筆筆刷 然後來畫個草稿 那用Apple Pencil呢一樣你也可以試試看筆就是正著哪個斜著哪畫起來的線條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現在稍微把它斜著然後標示出這個圖案底可能顏色比較深比較重的地方 好草稿完成那點新增圖層 再來換個筆刷 這邊有蠻多內建的筆刷可以選擇 那我現在想要找的是一個比較像鋼筆之類的可以描線稿的筆刷 那我就把它放大 然後再稍微打開一點點預測性筆觸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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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新增圖 紫薑 我們應該會展現 分別 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线稿画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草稿的预览关闭 然后看一下线稿有没有什么你要调整的地方 这样我们可以点一下草稿 然后按加 这样就会在它的上面新增一个涂层 那这个涂层呢我们就用来上色 那样再找一个适合上色的笔刷 颜色建置器 皮肤画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稍微调整它的 饱和度跟明度 调出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然后涂在一些会有影子的地方 比方说它的头发下面啊 下巴的地方 那再来可以加一些腮红 那如果你想要让这些颜色把它 云染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个 下面有一个长这样的叫混合的笔刷 那你就可以在颜色边界的地方抹一抹 让它颜色稍微晕开融合在一起 再来呢 可以再新增涂层 然后画它的额头发 像这个笔刷本身它是带有一点透明度的 所以就算我把它的不透明度已经拉到100了 它画出来还是会有点透明透明 那你可以多画几次让你的颜色越来越饱和 或是说可以点涂层的地方把它复制 然后多复制几次再合并起来 那头发的部分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饱和一点 让我们可以直接调亮 然后画在头发上面 颜色会比较亮的位置 可以我可以长按 然后就直接交出这个取色底管 然后调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画在影子的地方 那这里有点凸出去了 我这时候可以用橡皮擦来把它擦掉 或是呢 如果你想要你橡皮擦擦出来的效果 跟你的笔刷是一致的 你可以点这个透明颜色 那它就会有点类似橡皮擦的效果 只是笔刷的形状 会跟你现在使用的这个笔刷是一致的 然后继续画衣服 然后继续画衣服 臉太透明的話可以複製在合併 然後調個深一點的顏色 一樣畫在陰影的地方 最後是貓咪 底色的地方我們現在畫完了 因為它的塗層看起來是沒有群組的功能 可能你要升級到高級版才會有 那我就把現在有這些塗層全部合併 那它有跳出警告說隱藏的塗層會遺失 那我現在隱藏的是超高的塗層 所以遺失了也沒有關係 那背景一樣會是分開的 所以它一樣是一個去背的圖片 那我現在要給它來加上一些光影跟細節的修飾 點個加 那我這邊先把混合調整至正片疊底 它可以用來加一些比較深的顏色 筆刷的部分選個墨水筆刷 我現在要畫在皮膚附近的這個藍色 可以給它調淺一點的膚色才不會整個變髒髒的 好 再來可以再新增一個塗層 那這個混合我要用來加上亮布 然後我想給它加個背景 就用漸層的功能來加一下 最後呢上面新增這個塗層 然後我要選一個 選這個藝術鉛筆好了 那我現在要做的就是給它加上一些細節 那我主要就是去吸取它的底色 或是現有的一些顏色 那這個步驟呢就是 慢慢的去幫你的圖畫加細節 把你所有所學的繪畫技巧都用上 那畫一畫呢就是隨時可以縮小去棺材的畫面 或是這樣頂兩下 去比對一下你已經畫好的地方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全部合併 那我來調整一下 眼睛的位置 讓它過來 好 然後我們可以選一個融合的這個筆刷 先把剛才割開的這個痕跡融合一下 然後可以再選個畫圖的筆刷把它補一下 讓它自然一點 那目前的顏色會比較偏實際的顏色 那我們可以給它來稍微長個色 長個色就是可以讓你的畫面的豐富度 再整個變高一點 那我剛有看到一個水彩的筆刷 這個應該可以 不透明度可以調低一點點 那我現在比較陰影的位置 加上一些亮青色 稍微點綴一下就好 不用加到太多 再來用個紫色 然後一樣用很低的透明度 也是稍微帶在陰影的地方 那亮布的地方就可以用一些比較暖一點的顏色 我們再把剛才刪掉的這個背景加回來 最後簽個名 這樣就完成我們用Sketchbook畫的一張圖了 作品畫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點這個Menu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存出 你可以先把它存到你的圖庫 然後再來可以按分享 你可以選擇要輸出PNG或是TIFF PNG的話你就可以直接存到你的相簿裡面 或是我們可以回到圖庫的地方 然後按這個右下角 這裡還有一個可以匯出為PSD 你就可以再匯到你的電腦裡面 或是用其他的軟體來做調整 然後它可以直接匯到Prograde裡面 這裡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畫的圖 然後圖層也都還是在的 以上就是Sketchbook的操作介紹以及示範 大家覺得看起來怎麼樣呢 先講一下我的心得 我自己覺得用起來是還蠻好用的 而且以一個免費的APP來說 我覺得它的功能非常的完整 那用它來跟我自己最常用的Prograde 相比最不能比的當然就是Prograde的筆刷功能 這真的是大家都被Prograde寵壞了 Prograde有非常多的內建筆刷 而且可以做很詳細的設定 那Sketchbook雖然也有很多內建的不同樣式的筆刷 但是畫起來的感覺就是差了這麼一點點 如果你很追求要畫出很熟悔感 就是水彩縫或是蠟筆縫的這種畫面 Sketchbook可能會比較難做到 如果你原本上色就是習慣用比較色塊厚圖的這種方式來畫 那我覺得畫起來效果也還是蠻不錯的 那再來呢 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就是圖層群組的功能 剛才是沒有找到 就是沒辦法一次選去多個圖層去做一些移動或是調整 但我覺得這個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 那就可以在畫圖的步驟中去避免做到要使用圖層群組的功能 對於畫圖的效果來說影響是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也還OK 你也有用Sketchbook畫過圖嗎?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使用心得 或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